新型冠状病毒侵袭全球 为其带来的冲击包括 无法正常服务客户 无法实行正常管理 销售下滑 现金流紧张 这项状况的同时 零售业大战默默开打 实体零售业者纷纷拥抱电商及网络科技 寻求新的业绩成长空间 但随着品牌在网络上获取客户的成本增加 许多电商业者扩展最后一体路 强化竞争优势 甚至反其道而行 开启了实体店 到底2020年 营售业的趋势会如何演变 有哪些值得关注呢 今天就让美乐商业带你一探究竟吧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美乐商业十分钟 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是阿风 我们今天的报道来源是刊登在2020年2月5号郭资龙所撰写 并刊登在未来商务产业焦点的病毒肆虐 零售业布局不能等 五大趋势揭露电商实体店的大混战 在科技应用情境不断改变的情况下 零售业面对的消费场景与消费行为也必须跟着精进 尤其零售业从过往的库存主导的时代 加速转向品牌及客户体验 不论电商或实体店都必须与时俱进 提供相应的服务才能持续成长 根据eMarketer所揭露的数据 2020年美国零售总额预估将成长2% 其中电商销售额即将达到6660.8亿美元 成长12.82% 对于相关业者来说 2020年零售业的发展重心策略布局 或许可以从美国零售业的五大趋势进一步来掌握 趋势一零售界限模糊 通路、产品、技术、社交媒体 与实体店之间的界限不再明确划分 亚马逊、McKinsey等D2C的 实际面向客户品牌 已经开始拓展实体店 作为新零售的实验场域 而许多美国零售业新创独角兽 例如旅行生活品牌Mway 或设计师服务租任电商 Rain the Runway 等同样从网络拓展到实体店 这些品牌已经向纯实体零售商揭示了 电商体验与实体体验同样重要的讯息 而另一方面 传统的实体零售品牌 也积极往线上发展 例如美国百货公司Target 重启电商网站 Costco加入电商战局 而且持续维持竞争优势 沃玛在2018年收购印度最大电商Philip Cart 2019年也搭上抖音潮流与网红合作广告 获得百万观看数 全美零售联合会表示 2020年零售业的经营标语将是模糊的界限 零售业不会消失 商店也不会消失 只是商店不再只是商店而已 零售业正在思考物流和最后一里路的新策略 不过实体店无庸置疑 会在供应链中扮演关键角色 曲十二抢攻最后一里路 市场趋势的快速变化 也让零售业面临重新思考供应链战略的压力 例如当天到货 或是提供线上购买店内取货 而为了打造灵活智能的供应链 零售业也必须重新设计流程 采用数据分析进行预测 或使用新科技机器人自动化 强化供应链的弹性 2020年决售业的转折点将会是 让人工智慧和机器学习 推动零售销售额的成长 趋势三 体验经济 全美零售联合会指出 2020年零售业的决售关键 在提供不可思议的零售体验 不论是卖服装或是轮胎 零售商都要缩骨 通过与消费者互动 建立情感、记忆和连结 来提高竞争的门槛 零售商已经开始接受 体验式零售及 无摩擦零售的观念 体验式零售 例如没吸百货 每个月推出不同的 故事体验店面 而无摩擦零售 则是极度简化 购买、退货流程 达到零售 就是服务的目标 趋势四 个性化销售 零售商新奇 客制化个性化销售的趋势 提供消费者更多的选择 例如Nike 让消费者客制 属于自己的运动鞋 Levis 也提供牛仔裤 和牛仔外套的 个性化四袖 让消费者拥有 独一无二的产品 满足了新时代消费者 对于独特性的狂热 现场零售商 若无法提供与消费者 期望相符的 个性化商品 可接近Spotify Netflix 跟YouTube 等线上服务商的做法 这些厂商 透过AI推荐引擎 根据消费者喜欢的内容 来推荐相似的新内容 也是零售商 可以努力的方向 零售业 已从过去销售产品的思维 过渡到销售服务 并重视消费者 购物时的完整体验 甚至成为 怀抱理念 有个性或知识环保的 零售业品牌 2020年的零售业 仍有极大变化 可预期许多创新创意的模式 及意想不到的合作 将时需发生 好的 今天的每日商业就到这边 零售业的模式 朝向客制化 线上销售 线下体验 无摩擦零售的趋势前进 甚至加上 AI大数据等 新科技辅助 消费者将越来越能感受到 零售就是服务 然而随着新冠状病毒肆虐 这样的趋势会不会持续延续 也还是个未知数 不过每日商业也会持续关注相关报道 为大家掌握相关产业消息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对新创 商业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资讯栏连结 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商业生态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